又乳糖不耐盛的人 適合吃希臘優格 還是希臘式優格 差別在哪裡啊 多了一個字 你千萬我看不出來 你是不想互動的啊 沒有 那就這樣 準備開始了 各位親愛的朋友 第一回合 1分30秒 準備開始 總智慧新幣 15萬在這裡 加油囉 第一回合 一字開箱 蔡主祕 請助理 筋膜槍有各種的按摩頭 子彈頭還是叉子頭 比較適用於頸部的肌肉 請出答 妳知道啊 來 佩賢 子彈頭 子彈頭是一個的喔 對 我應該是圓形的那個吧 就是這樣 咚咚咚 那個 請 接腳 好 要提醒大家 現在很多人都流行使用按摩槍 覺得可以幫忙紓壓 但是使用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比如說骨頭跟骨頭交接處 它其實都要特別小心的 所以也可以善用它上面的這些按摩頭 像是這個子彈頭 它就比較適合打深層的肌肉 那如果像是那種叉子頭的 它是比較適合打在我們的頸部 或是脊椎這樣的一個位置 它可以比較避開那些骨頭 或重要的一些部位 再出 下一題 冬天要預防長濕疹 建議使用清潔性強的肥皂 還是滋潤性強的沐浴乳洗澡 請下答 曾鈺佳 因為小時候喔 我也有長過濕疹很小的時候 所以 那個時候我 我媽就跟我講說 要用滋潤性強效的那個 沐浴乳 因為就是很乾嘛 因為濕疹就其實 就是你太乾然後就有點像是說 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呢 我怕我講太長 你大概在忙什麼 因為你太乾的話就會容易 皮膚乾然後身體就會刺激 它就會想辦法讓身體滋潤 但是它就會變得比較不平衡 請介紹 好 因為很多人會有失神啊 或者是呢 容易長痘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說 是不是因為不乾淨 所以我應該要更注重清潔 但是如果你用 去污清潔力太強的 這一些呢 東西來洗的話呢 它反而其實會造成 它皮膚的油脂更少 它就更容易乾癢 不舒服 然後造成皮膚呢 它其實的狀態會更不好 再加上在冬天呢 我們又會習慣保暖 所以會用很燙的熱水洗 其實也都會造成 我們的皮膚呢 惡度傷害 所以提醒大家呢 要用滋潤性強的產品 然後注意保濕 以及呢 在這個油脂上面 要用更滋潤一點 才是呢 讓它更能夠照顧好的狀態 請選擇 選一個 我的幸運數字 七樓之三 喔 為什麼它是幸運數字 因為我女朋友 七月三號生日 喔 喔 好方便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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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跟他一二三四五六啊 OK 你忙完了沒有 不好意思 諸位 我要開了 好 請開箱 真愛無敵 對 一二三四五六 那很活潑 那很活潑 待會留下來教我 好 OK 請出下一題 古龍水的命名原由 是 源於最早在德國科隆推出 還是發明者喜歡中華文化 請下來 李維維 是我 最早在德國科隆推出 古龍 請介紹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香水呢 它分成了香水淡香水 還有香精跟淡香精 古龍水 還有這個虛厚水等等 不同的這個類型 基本上是裡頭精油的比例 像是古龍水大概是兩到三%的 這個比較 精油含量 比較清淡的這種香水喔 那事實上呢是在一七零九年 當時義大利的理髮師呢 他們用這個檸檬精油啊 跟甜橙油調配出來的灌洗水 那後來呢在十八世紀的時候 德國科隆推出了這一款的 古龍水 那因為科隆水跟古龍水 發音非常的類似 也就是現在的古龍水了 來 薇薇 請選擇 我喜歡高樓層 跟郁家當鄰居 八樓之五 這太遠的鄰居了吧 這不是七樓耶 大家都在同一個社區 太遠的鄰居了 保持一點良好的關係 我要跟他當鄰居 我喜歡住他的樓上 八樓之五 薄薄 準備開箱 請出下一題 讀書常聽Lofi音樂 音質完美 與旋律不易記住 何者是他的特色 請選 旋律不易記住 音質完美還是旋律 旋律不易記住 旋律不易記住 但沒有主要的歌詞訴求 對… 是不是這意思 跟白噪音可能是相關的 對 請接受 好 Lofi就是Lofi Fedility的意思 那基本上 他就是不追求那種完美的音質 他會刻意加入一些雜音 跟呼吸聲 一些白噪音 所以他聽起來 是比較有懷舊的感覺 然後同時有一種更真實的氛圍 那其實也因為這樣子 他可以讓你不會這麼的仔細 去聆聽那個音樂 所以你就會更專注 在你手頭上的工作 恭喜你脫平了 要開箱了 要開箱了 來 請選擇 那我選六樓之三 三啊 三三 六樓之三 好 六樓之三 準備開箱 完了 帳單幫幫忙 多好的兩個孩子 他們抽到了 不是嗎 不是吧 不是吧 我的帳單 我的老天鵝 一萬零六百六十三 我超 我超 你這吃哪兒呢 這個 家宴啊 家裡聚餐啊 對啊 就自己付啊 對啊 就付啦 就扣啦 要慢慢努力啦 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開張的 都贏他了你們知道嗎 這是一個不好意思 來 請出下一題 又乳糖不耐盛的人 適合吃希臘優格 還是希臘式優格 請這樣吧 來 佩賢 我覺得應該是 希臘式優格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啊 多了一個字 等一下 說得好 中文學生 你好 有道理 你覺得我看不出來 你是不想互動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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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我在 就是可能我平常 就是可能在Seven的時候 就是 像我朋友有一個 就是有乳糖不耐症 然後他就很喜歡吃優格 對 然後我就每次去Seven 然後他就選擇希臘式優格 就是剛好就是五個字 然後我就印象很深刻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他 請 接著 好 我們上去便宜超商的時候 要買這個希臘優格 或希臘式優格 莎莎搞不清楚 到底有什麼差異 那要告訴大家 希臘優格 它的營養價值比較高 熱量也比較低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擇吃希臘優格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希臘優格 它在做的時候 跟普通優格相比 它多了一道脫乳清的過程 所以它必須要加入更多的鮮奶 然後通常營養成分 也會更高一些 然後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呢 是也可以吃這款優格 因為它脫乳清了 那如果是希臘式優格呢 它只是增加了 鮮奶油跟黏稠劑 然後可以達到 類似希臘優格 這樣的一個濃稠感 所以因此 它的糖分跟熱量 都會比較高 而且營養價值還比較低喔 請出下一題 紅皇后效應是指 想贏就要比別人更加兇狠 還是努力兩倍 請請來 李薇薇 是我 紅皇后 我猜 她穿紅色的 更加兇狠 紅皇后效應 是更加兇狠猜的對不對 我想像應該是那個 愛麗絲夢遊仙境裡面的 紅心皇后 對 有點兇狠feel這樣子 請接腳 努力兩倍 對 的確是愛麗絲夢遊仙境 愛麗絲到了這樣一個地方以後 她遇到了紅皇后 結果她們兩個在一個山丘上 突然紅皇后就跑了起來 愛麗絲也不由自主跟了她 開始奔跑 可是她發現不管怎麼跑 好像都一直留在原地 這時候紅皇后講了一句 相當富有哲領的話 也要送給所有的觀眾朋友 她說就是因為你一直奔跑 只能留在這個原地 所以你要比別人努力兩倍 你才能夠跑起來 跑到前面去 所以呢 不進則退 在任何時刻都要更積極 來 再出下一題 流行縮對語 TGIF 她的意思是 明天見 還是終於週五了 請教答案 來 莉恩 還是沒有 答案是 終於週五了 是 因為她應該是那個吧 Thank God It's Friday 對 對 沒錯 什麼的縮寫 Thank God It's Friday 謝謝老天 謝謝老天 週五了 第五 合理 請揭角 請選擇 請出下一題 冬天睡覺時穿寬寬 還是緊身的毛襪 會讓身體不易排泄 今天呢 佩賢 寬鬆 排毒不是需要空間嗎 因為我覺得 排毒就是會流很多很多汗 然後 緊身的話就 沒有辦法排毒 所以是 那妳為什麼選寬鬆 因為她可能覺得那個勒住 就 那個汗就被 堵起來 對 就是沒有辦法蒸發出來 就寬鬆的時候 有時候睡覺翻一翻 就掉下來 是誰叫妳來解釋的 我怕她會卡在這邊 她會不知道怎麼辦 師兄幫助我 對啊 必須幫忙一下 好好喔 Yeah 那為什麼要選寬鬆 妳講的說法都是緊的 因為我好像有看過這一題 就在這一題 Déja Vu她夢到的 我夢到 我在夢裡面有先夢到這一題 我昨天先夢到 我壓力太大了 沒事 沒事 怎麼突然告白想 以道理來說 我覺得是緊身的 應該沒什麼道理喔 你排毒都需要控制 可以這樣 請揭曉 好 我們怎麼會選寬鬆 好 因為呢 如果不要排毒啊 就是要增加代謝嘛 那當代謝不好的時候呢 就可能會有水腫啊 會有勒痕出現 所以當我們呢 穿太緊身的襪子 如果是為了想要保暖呢 但這個時候呢 很可能就會勒出勒痕 那造成呢 細胞有外溢的現象 所以這個時候 就要適度的去 改變一下自己的穿著 要加倍努力 至少有三題 加油 好 請助理 想增添湯皮等的濃稠度 可以使用蠟質 還是粉質的馬鈴薯 請進來 料影請 蠟質 因為你想嘛 蠟就會比較狗啊 粉質不是 你直接加水 就會泡開來嗎 很有道理耶 但是 但是我的經驗來講 就是我們店裡有煮那個 馬鈴薯濃湯 對 然後 但是它就是要澱粉質 就是 要給它融在湯裡 就會變得咯咯你知道 就像那個太白的 變成妹妹 變成咯咯 會變得比較濃稠 對 可是你看汽車打蠟上面 不就會感覺有一層膜嗎 有膜化看起來 比較有濃稠感啊 李安姐怎麼樣 我覺得是粉質的馬鈴薯 因為蠟質呢 它其實吃起來的話 它會比較 然後它的那個 然後它的那個 牛肉 牛肉兩個是怎麼寫 就是比較 我不知道就是它比較 它比較 你是哪裡人啊 我在德國長大 然後大家都喜歡吃馬鈴薯 牛肉是德文嗎 牛肉是中文嗎 牛肉啦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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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牛肉一點 因為它吃起來比較紮實 它煮湯的時候 也比較不容易散掉 但是粉質的馬鈴薯 煮到最後之後 它會很容易散掉 然後反而讓那個湯變得很 就像你今天煮芋頭 它會整個散開 然後那個湯就變得稠稠的 這樣子 有道理 是 請介紹 粉質 粉質 所以你可以的嗎 對 粉質 好 有一份辣子的馬鈴薯 跟粉質的馬鈴薯 那辣子馬鈴薯 它的澱粉的含量 就沒有那麼的高 切開的時候你這次看 很剖面就看得出來 它是比較會有一圈一圈的樣子 如果是粉質的馬鈴薯 它只是會放射狀 然後它的質地 就是比較鬆軟 所以因此 如果你的喜歡吃到 馬鈴薯口感的人 就要用辣子的馬鈴薯 去做烹調 如果你是要增加 湯品的濃稠度 煮濃湯 就可以加粉質的馬鈴薯 來 請出下筆 高爐頂還是低爐頂的人 正面看起來 會讓人有髮量 非常豐厚的感覺 請請答 來 低爐頂 低爐頂 因為高就離得遠 遠那個肉色跑出來多 就會感覺頭髮少 可是如果你低爐頂的話 就會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這個嬰兒毛離 你的眉毛好近 就感覺頭髮真的很多 我想說 這個我們很有研究 女團 怎麼樣 怎麼說 因為高爐頂是後面這一顆 它的高度如何 所以當你之後 後面比較膨的時候 我們做髮型 等一下都會請髮型師 幫我們把後面這頭髮削膨一點 讓你整個人看起來 髮量更膨一點 但你低爐頂的人 像我本身就比較低爐一點點 你不拉膨 你整個頭髮從這邊看起來 就會很平 然後往後掉 反而會看起來頭髮很大 他講的是這一塊 爐頂這一塊 你以為是這邊對不對 我以為是這邊 全額頭 我以為是這邊 爐頂是這邊 爐頂是這邊 爐頂是頭頂 不 頭頂耶 其實很像是高 因為我也刮膨啊 刮膨看起來 所以刮膨就高 高開的頭髮多 Oh no 請揭曉 其實你的題目都滿送分的 對啊 怎麼 這裡的話是髮際線 所以大家會說髮際線比較低 然後會喜歡高爐頂 那為什麼會喜歡高爐頂呢 因為高爐頂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頭包臉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 顯得臉比較小 所以像是Blackpink的Jenny啊 或者是呢 這個神仙姐姐的劉亦菲 都是屬於呢 天生就比較高爐頂的類型 我們就會覺得看起來很精緻 來 請出題 謝謝 泰國金枕頭榴槤 與馬來西亞的 貓山王榴槤 何種的氣味比較淡 適合新手來嘗試 請看吧 恭喜你們有下一題 爭議一下 我啊 我覺得應該是那個 馬來西亞貓山王榴槤 因為你看那個 陳貝賢唱的那個 生甘町啊 就是輕輕 生甘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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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知道 清清淡淡的 甘甘町啦 甘町啦 哈囉 你有想要幫她打個歌 結果弄巧成拙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是馬來西亞的 貓山王榴槤 我覺得我 莉安姐 妳要補充什麼 莉安很多 我覺得應該是金枕頭 因為我記得金枕頭 是比較大家 很多地方都會賣的 我覺得大家比較容易被賣 是大家比較能夠 接受的入門款 那我記得 我有一次去逛超市 然後她有馬來西亞榴槤試吃 她那時候說 我給妳試試看貓山王 然後我吃完之後 我整個嘴巴臭了三十分鐘 所以我覺得不是她 佩賢 在貓山王市裡面 那邊是很最受歡迎的啦 我最愛榴槤的 榴槤王 最愛喔 我覺得 泰國金枕頭 是比較適合大眾吃的 因為它的味道就是 妳這題也是送分題 可是他們因為 她沒有研究過榴槤 她不知道 她不敢吃榴槤 包山王 它不是臭喔 它是味道重 它不是臭 有東西臭 重到妳 讓妳覺得很難接受 妳就覺得它是臭 沒有 它是重 它其實香 它太香了 喜歡的就覺得超香 美副 這送分題耶 就是 沒關係 不要 不要 不要打假的 不要打 我以為 請揭曉 金枕頭 好 那泰國的榴槤 金枕頭 它其實是在運輸的過程當中 它會在噴上催手劑 所以它是 在採摘下來的時候 還沒有完全成熟 然後慢慢的運送途中 都越來越成熟 到了消費者手上的時候 是剛剛好的熟度 所以它的這個香氣其實 不會有貓山王這麼的濃烈 它是比較淡 然後也比較適口 但它的接受度普遍 比較高一點 那像是馬來西亞的貓山王 它是在樹上 就成熟之後 才採收下來 所以它其實香氣非常的濃郁 而且也很厚重 請 助理 連結給評輩的朋友 結尾的問候語 可以是順送十衰 還是順送進家 請搶好了 都是被薇薇姐搶到了 薇薇 是順送十衰 這四個字解釋一下 十衰的衰就是好的意思 所以有一位教授黃月衰 他就是其實黃月好的意思 每個月都好 是 時時稱送你 祝福你時時都很好 那順送進家 進家就是比較口語一點 所以是給那個 而且其實應該要是順問進家更好 是給晚輩的 就我順便問問你最近好不好 近況是否好安 所以以前不好不重要 最近好比較重要 那平背 對 平背是用後面那個 平背是用後面那個 順送十衰 是用前面那一個 OK 請 接腳 給什麼 好 真的要跟郁佳當鄰居 八樓之三 在上面喔 樓下了... 好 準備開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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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一對 兩千多 這是很... 就是怎麼說 就是跟朋友聚餐 然後他們都很幫助我 然後我就想說 請他們吃一頓好的這樣 第一回合結束 六個人只有一個一萬塊錢 三家沒開張 然後其他兩個負的 我覺得這裡風水不好 負的一千五百二 李薇薇 子燕跟麗安姐 負的八千六百六十三 風水 這是不是會有一個那個 漸漸往下的這個效應 地減 對 對 我都是 欸 你們三個零的喔 是並列喔 我們要找兩家 要鼓勵嘛 兩家都是並列的 都是比較高的 一萬是高的 三個零的 也是算要高的 給他們四個人鼓勵一下